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2月26日星期五早上第一節 今天也是新十五元宵 首先要恭祝各位益友佳節愉快 這一節我們就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在昨天大陸舉行了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上宣布 全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得到了脫貧 在他的講話當中也有讚揚到打土豪分田地這一段歷史 令不少人產生了無限的聯想和揣測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大陸官方對於脫貧的說法是怎麼說的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宣布 中國的脫貧攻堅戰是取得了全面的勝利 現行標準下9,899萬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832個貧困園全部摘帽 12萬8千個貧困村全部出列 區域性的整體貧困得到了解決 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鉅任務 創造了又一個標柄史冊的人間奇跡 說到很厲害 中國的前景一片欣欣向榮 既然說到全部脫貧 即是中國已經沒有貧困人口 照計應該是這樣 因為農村的貧困人口都消滅了 難道還有窮人嗎 照計城市的收入比農村還高 有不少人馬上就會想起 在去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明明曾經說過 說全國有6億人口 每月收入是低於1,000元人民幣 怎麼今年這麼快可以全面脫貧 我們就要去檢視一下 到底大陸的脫貧標準定到在哪一個位置 按照現行的標準 每人每年的收入去到3,218元人民幣 就叫做脫貧 即是說每一天10元收入都不到就已經脫貧 3,218元除了365元 即是每天大約8個多元錢就已經為之脫貧 人民幣 難怪全國都脫貧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套用在香港身上 豈不是香港全部個個都是有錢人 因為香港最低工資每個小時就有37.5元港幣 大陸的脫貧標準每天收入就是8.8元人民幣 即是說香港做一個小時就等同於大陸那些剛剛脫貧的人口 做4天了 難怪還有那麼多人要前附後繼地申請單程證下來香港定居 其實貧困人口只不過是一個名號 通過調低貧困標準就可以令到所有人全部脫貧 核心問題就是到底這一班原先是貧困人口的脫貧人士 他們的生活質素有沒有得到改善呢 如果就這樣計算他們的所謂的名義收入 就只不過是一場數字遊戲 就算他們的所謂的收入 在數額上比起10年前20年前真的有所提升也好 不代表他們的購買力是相應上升的 因為你要顧及到到底那個通脹是怎樣的 那個物價是怎樣的 這件事都很重要的 好了 現在你說定到標準3218元人民幣就已經是脫貧了 但是他們今時今日拿著這一筆錢 那個購買力可能比起10年前20年前 那個購買力還為之是低的 現在說大陸豬肉的價格每公斤是40多元人民幣 是很厲害的聲道 你說一天8.8元人民幣收入就已經脫貧的時候 就是說一斤豬肉也賣不起 但是按照現在的標準 這班人就已經叫脫貧了 其實這些數字遊戲香港人就最清楚了 說80年代的時候 剛剛黃埔花園推出要入伙的時候 一等房子就說是28萬起 那時候是1985年 大家看那時候的廣告就會知道了 現在一層黃埔花園的小單位說的是第一二期的那些 哇 升到去已經是690多萬了 說的是300多呎的小單位 說的是那個升幅有23至4倍之多 到底那個工資有沒有追及到這個升幅呢 當然沒有 根據香港統計處的數字就顯示 在1985年 那個工資的中位數是5900元港幣 5900元 如果你說成24倍是要14萬 現在有多少人呢 一個月人工有14萬 香港去到去年的工資的中位數只有19萬 根本上就追不上 所以香港人就很清楚了 這些純粹就是叫做數字遊戲 大家名義上的收入 比起20年前 30年前 一定就是有所倍增 但是到底這一筆錢的購買力是怎樣 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單靠來比較一個人 現時的收入和他10年20年前的收入 是毫無意義的 一定就是要連購買力來比較才有作用 因為今時今日 比起10年前20年前的人工升了3倍4倍 不代表他的生活質素改善了 因為東西相應都是貴了 只是說香港 那個人工的升幅已經是比不上樓價的升幅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他專門寫了一篇社評出來擦鞋 他說中國社會中的絕對貧困現象 是被歷史勝地消除了 他還讚揚說這個是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上 都驚天地一鬼神的偉大事業 胡錫進就真的落足了鞋子 問題就是 如果你那個貧困標準是定到這樣的時候 其實非洲都可以脫貧 只要那些非洲國家把貧困標準定低一點 他都可以全部脫貧 到時不僅是驚天地一鬼神 連外星人都幫你慶祝一份 昨天在習近平的講話當中 其實還提到一件事 就是關於打土豪分田地的歷史 他那一段說話是怎麼說的呢 他就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黨團結帶領廣大的農民打土豪分田地 實行耕者有其田 贏得了最廣大人民廣泛支持和擁護 為擺脫貧困創造了根本的政治條件 其實這一段說話都相當內人尋味 亦都令不少人充滿著無限的揣測和聯想 尤其是在兩三天之前 中共才高調地紀念華國鋒的冥誕100周年 那時候已經很多人在猜測 到底鄧小平所確立的改革開放路線 來到現在的這一刻 是不是已經走到盡頭呢 因為大陸近幾年經常都強調一件事 就是要國進民退 而在昨天的講話當中 又談及到打土豪分田地這段歷史 很多人都會認為 其實是不是在傳遞一種政治信息出來 當然這種政治信息 對於近幾年暴發的大陸富豪來說 應該就是首當其衝 馬雲就已經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你這樣畏高權重 你賺這麼多錢 那個身家就曾經一度超過了李嘉誠誠哥 他都很意氣風發的 就是過往幾年 現在當然就是沉寂了 他之所以能夠做到今時今日的名譽和地位 究竟是單憑他個人的努力 定義或其實中共和大陸政府在背後都配合了他很多 如果是後者的話 那麼馬雲今天有現在這種待遇 其實都是歷史的必然 他根本上就不能夠和誠哥比較 因為誠哥他名下的資產 真的全部屬於他可以自由調撥都可以 但是你馬雲又怎樣 是不是 昨天大陸又有一個消息傳出來 就說剛剛在香港上市快手的前副總裁 叫做趙丹陽涉嫌受賄 數額特別巨大 在去年9月離職之後被捕 快手也證實了事件 說情況是熟實 類似的情況都經常發生 不少網民就會將類似的情況歸雷為割韭菜 大陸近日高調地紀念華國鋒的冥彈 而且又表揚打土豪分田地的歷史 其實對於從商的人來說應該是一種的警號 說起誠哥 原來根據福報師最新公佈的香港富豪榜 誠哥又再重奪香港首富的地位 為什麼呢 雖然長實的股價在去年大跌了兩成七 但是他所持股的美國上市公司Zoom 股價就升得很厲害 於是他的身家也是水漲船高 這個情況又再次引證得到 誠哥就是高瞻軟足 不是說托他大腳 他也不會分給我的 但是誠哥真的眼光很準 尤其是他也花了很多錢 投資在高薪科技上 現在他就是重答一答 尤其是去年疫情的關係 導致很多打工仔女都要在家工作 你一在家工作要開會就要開Zoom 那些大學他們要在線上課 那也是開Zoom 所以就是吃光了疫情的水 他眼光真是盡 個個都是富豪 個個都說有幾百億身家的時候 為什麼只有他去買 而別人不去買 真是抵他 馬雲早十年八年的時候 都曾經是意氣風發 大言不慚 就說李嘉誠的年代已經過去了 就是意味著他的年代到來 現在他的遭遇都變成這樣的時候 誠哥都仍然壓立不倒 還在做香港首富 所以根本上就不能夠作一個比拼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而且誠哥在過去二十年 已經是涉足了很多外國的生意 尤其是不同國家的公用事業 他都買了下來經營 這樣的時候 令到他的生意王國已經遍佈全球 他很難被割得到什麼韭菜 只是比較一下大陸和香港的富豪榜 就已經知道了 香港的富豪榜 其實來來去去大概都是那些人 誠哥往往都會明列前茅 但是大陸的富豪 換來換去的那些人 在過去十多二十年以來 那些人名差不多年年都有變動 年年都不同 隔幾年有些人就不見了影也有 蘇適就寫了手詞叫赤壁懷鼓 他說大江東去浪圖盡千古風流人物 起碼來說那些風流人物都曾經會叱測一時 大陸的富豪榜 香港三幾年已經是不見了影 那些簡直是蔡豐華所說的那一隻 就叫做一剎那的光輝不代表永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